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个时刻 人感觉到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势力 而且最好的一生有时候也不能帮了我们 我们有多高的地位 也不能够保证我们的性命 在那个时刻 人才发现到人的短暂 人生的价值观 人的这个生命的危机 人在这个危险的时候 才来行求上帝 才希望有来生的盼望 因为在顺利的时候 人往往自己以为最有本事 最能干 要什么都有 但是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到自己太微小 太软弱了 而且无能无力 我们看这段的经文 当时巴比伦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要攻击犹大国 当时迦勒底人正在围困耶路撒冷 当他们听到法老的军队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暂时离开了耶路撒冷 但是犹大以为他们不再来攻击他们了 但是在那个时刻 上帝的话 接着耶利米领导他们说 迦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 并要攻起用火焚烧 但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反而诽谤耶利米 他们以为耶利米要投降给迦勒底人 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 圣经告诉我们 耶利米最少有五次被求 在此我们可以学习 但我们在顺利的环境中 我们觉得不需要人来帮助 和求上帝来帮助 但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才发现到需要人的帮助 在事奉当中 有时候很多人不肯听上帝的话 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才听 有一个俗语就是这样说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桥 我把它转为 临时很多基督徒 不求上帝 不好好的祷告 不好好的读经 不好好的敬拜上帝 临时的时候 他们来求上帝来保佑 这就是犹太人的罪 当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就刑罢他们 使他们醒悟过来 然后求上帝怜悯 以帮助 另一方面 在事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面对他人的误会 有时候会被排斥 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我们看 因着上帝的施工 上帝的仆人也会被虐待 但我们可以看到 耶利米不因着这个困难 而离开了上帝的工作 有些人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们越坚强 越亲近上帝 但是有些人 他们面对攻击的时候 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们而离开了上帝 在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是的 每天上帝都赐给我们 新的恩典 新的力量 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 当我们忧伤的时候 圣灵会安慰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圣灵会刚强我们 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上帝能够用祂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依靠势力 不要依靠才能 因为魔鬼常常 会临时地攻击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软弱跌倒 而离开上帝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依靠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要接受今天的分享 唱一首诗歌 信靠耶稣 我平时当靠我主 一难是求主帮助 我心心虽还不足 为要信靠我救主 靠耶稣渡过今时 靠耶稣能行完事 我不轮走和弦路 为要信靠我救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谢谢主祢的话语 常常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主啊是的 唯有主 才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依靠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 在这里放在 主祢自己的恩手当中 愿神祢自己赐福 如此祷告 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